我覺得我被你們作為膽 Let's go to the party 給一些情緒 你知道為什麼 給觀眾 然後我就不知道被帶到什麼地方去了 我們不知道要上車嗎 不可能 我在哪裡我是誰不可能 這不是我在哪裡我是誰吧 是嗎 哈哈哈 感謝我要贊助山捲像木炭一樣黑的Gaffer 一點都不黏 感謝像雪一樣白的白開水沒有贊助 我們一整天都沒有水喝 感謝GT Arcade成為本集節目的乾爹 GT Arcade是一個擁有多種遊戲的平台 裡面包括有Legacy of Discord Rangers of Oblivion Era of Celestial以及League of Angels 這些遊戲都可以在Google Play Store 和Facebook上找得到喔 配合萬聖節的到來 GT Arcade平台將會在10月30日至11月14日 舉行特別活動 並且送你禮物 參加方法很簡單 一到GT Arcade.com參加遊戲 勇敢的打敗鬼怪和魔王 2.把遊戲邀請連結發給身邊的好友 每一刻下載或註冊 你也將得到一個南瓜燈 3.把活動分享到社交平台 每1000個讚也可以換取一個南瓜燈 除此之外 遊戲中的前50名也將獲得 1萬顆bling bling的遊戲鑽石幣 第51到100位也可以迎取 價值25美金的Amazon Card 還在等什麼 趕快點擊下方連結 動起來參加吧 GT Arcade平台 MING PAO TORONT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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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覺得我被你們作為膽 所以那個故事是這樣的 我突破了100萬訂閱 然後本來想說要拍個100萬訂閱的Q&A 就決定讓我的團隊們一起去執行這個企劃 結果 悲劇就發生了 MING PAO TORONTO G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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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ING PAO TORONTO 要先叫好行李 HOL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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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W 게 HOL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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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給你五分鐘 我拍門給你了 來來來 進去進去 直到就可以了 等一下等一下 為什麼 你進廁所就一個小時了 這個不能用 兩手空空進去 什麼 我沒有聽那個 是做YouTuber的朋友 我用做醬膏 做醬膏 做醬膏 Hello YouTube 各位觀眾朋友大家好 我是Code 馬文 等一下等一下 阿文啊 上道具一下 為什麼 來 幫他換一副 我莫名其妙地被蒙上眼罩 然後換上 我也不知道是什麼T恤 來來來來 來來 來 給觀眾 等一下等一下等一下 沒有等一下 快快快 你穿著鞋 不要這樣躲 OK 走 走走走 等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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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呀 你要撞啊 等一下 我們到底要去哪裡 然後 我就不知道被帶到什麼地方 來 穿 你懂這個是我們嗎 我的YouTube Jacket 你懂 你懂 我也是看到 摸起來香啊 走走走 在辦公室做Q&A 很悶嗎 現在帶你去另外一個場景 是 另外一個辦公室做Q&A 咦 我們剛好在下去耶 去Garden 咦 我們不要扶他咯 是咯 我們出去看 來 波利 這是你的挑戰 我想看他終於接 我想看他終於接 玩爺咩 你是我的爺 咦 卡扶了一個喔 看還會關門 幾厲害 來來來 我們走快一點 去卡扶 什麼 咯 我聽到車神 沒有啦 火車來了啦 我們不是要上車嗎 對不對 對 我們是要在車上 排Q&A 我們是要在車上排Q&A 這什麼來的 我們是要在車上排Q&A 诶 诶 诶 鸡蛋糕 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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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你觉得这是我们会带你去什么地方 我们真的要去出去吗 我们真的要出去吗 你觉得诶 我们不是要拍Q&A 是啊我们在拍Q&A啊 我蹲死于一种我在哪里我是谁的感觉 登登 我在哪里 我是谁 诶 这个不是我在哪里我是谁吧 是吗 这是我在哪里我是谁吗 第3G 蛤 不懂啊 不是吧 我们没有讲好是这个时候拍啊 我们没有讲好的啊 对啊 我们没有讲好是这个时候拍啊 我们不用讲好的啊 要拍就可以直接拍了啊 这个不是 节目主耶 不可能不可能不可能 我在哪里我是谁不可能 节目主耶 所以你觉得这是我们带你去的地方 会是惊喜还是惊吓 我现在惊吓比较多啊 惊吓比较多吗 因为 蒙着眼睛 有点不安全感嘛 给我思考一下 我们今晚会回到来吗 会上飞机吗 不一定不一定 都会指数的吗 不一定 我passport不懂有没有带耶 passport这种东西我们早就准备好了 哇 shit 开什么玩笑 确实没带 所以跟我们出来没有压力 没有啦 跟你们出去我们就一定是会去 你们一定坐高我的 还有方家可言 最好是 坐高你也可以很relax啊 是啊 我们就 我们是很快乐的啊 check it out yeah check it out是什么鬼 哈哈哈哈 那么滴滴啊 下车吗 下车吗 我要重来一下 这边啊 来来 你闻看这边是什么味道 有一点森林的感觉 感觉上是 甘蹦这样的地方 有一点安静 然后有鸟叫声 然后会加上 这么热 整个当中18这样 像我们去 我的奶我是水第二集 当中18 ok 这样都可以摆到 蛤 这边是当中18 ok 现在也可以脱下眼罩了 tada 当中18 我们到了 天哪 这是什么地方啊 看来看去 猜不到 现在我们就要开始 进行我们的 Q&A的环节了 那先说说 你这次得到 百万订阅的心得吧 我当赛时有点反应不过来 我不知道我们来这边 到底是要干嘛 我们真的纯粹来这边 为了回答问题 为什么回答客人的问题 我们需要来这个地方 行吧 对待遍来的这个一步 1M go play button 真的t-shirt 我不知道哪里变来了 不过还不错 百万订阅的感想 100万比较像是一种 你觉得自己接下来 会再需要继续承担更多的责任 还有要想办法化解更多的压力 这条路走过来 真的没有想象中是简单 我经历了两次的80万 马来西亚应该只有我一个人 有这个经验 应该是YouTuber界里面只有一个 我觉得可能跟其他人比起来 我的100万对我来讲 感触会更大 所以它也是一个难忘的回忆吧 当然难忘啊 你试试看来经历一下 两次80万 当时候100万的时候 你是在干嘛 我当时在房间里面 然后我觉得当天是不会破100万的 我那时候就sajj po story 然后po一个照片 叫大家 记得去订阅哦 100万了哦 现在订阅的话你就可以当个 第100万个订阅者 结果这个story一po出去 半个小时里面就破100万了 简直我有点措手不及啊 你记得那时候你们全部在外面的时候 我从出去那边 你百万了哦 对 幸福来得太突然 对幸福来得太突然 那你这个过程里面最想谢谢谁 最想谢谢啊 对 最 最想谢谢我自己 这好自恋哦 我觉得不是自恋 我觉得我很谢谢我自己 真的坚持地撑过来 因为无数个夜晚哦 你躺着在 船上看着天花板的时候 你都会 一定会想过要放弃的 就是一定会想过 怀疑人生 对你会怀疑人生 对 早上起来的时候你会左手温暖右手 然后自己给自己打鸡血 然后背着你的鸡血 又继续往前冲这样 再有更多的挑战 然后再有更多的挫折在等着你 然后一直在打击你打击你的时候 你又不想要放弃 然后你又很想要再继续站起来 继续往前走的时候的那个过程 我觉得那过程不是每个人都可以撑得过去的 然后再来就是 当然最感谢彤彤一直鼓励我 我家人一直鼓励我 然后还有团队 你们一直陪着我这样 我觉得没有你们 没有彤彤没有我家人 我自己一个人也撑不下去 OK 与其这样子讲不如讲最感谢的哦 是那些我跌倒的时候 被这么多人在攻击 有很大很大部分的一群人 一直就是默默的支持着我 然后我觉得他们没有离开过啦 就是他们真的是默默的一直陪着我 然后一直鼓励我 这些鼓励其实都是我很大很大的动力 现在你100万订阅了嘛 这样你要给你的观众们什么样的福利呢 哇 这时候想一下 现在会有惊喜了好不好 大家敬请期待 讲到惊喜哦 你的粉丝们也给你一个惊喜 其实在这个Q&A的环节当中 观众是有给你一个挑战的 他想要你闻一下猫屎是什么味道 什么 我闻过啊 可是还要在这次的环节当中 再闻多一次啊 你要哪个猫屎 然后你们不会准备猫屎吧 我还是不明白 为什么会出现猫大便 为什么是Lucky Manny 牙牙的大便 5秒吧 5秒吧 人迟一点5秒 5秒 5秒 OK 不要打开 那味道 哇 哇 哇 我问你牌 我问你牌 其实我还蛮时常闻猫大便的 但是我跟你讲 带出去的猫大便真的不一样 我 我 我 破了 打开 真的 真的 我丢你了 OK OK 3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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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0万 3秒 3秒钟 就用猫屎做 哈哈 我那整天我觉得我身上都是猫大便的味道 那个大便味真的很重 不是开玩笑的 不要跟我讲到底是谁留这个眼 真的不要跟我讲 就是关于你百万订阅过后 你未来规划是什么 我未来有很多的规划 不是我自己一个人的规划 而是我对整个团队 然后接下来我们要做的节目 我都有一个很大的规划 没有人做过 没有人敢做 没有人会做的节目 我们想要试看去创造一些新的企划 新的内容 那你百万之后呢 有没有什么目标 我觉得我有目标 但是我的目标已经不在于是 号码 或者是订阅数字 或者是你要多follover 这些东西 我现在比较在乎 比较在意的是 我想要做一些新的节目 短片啊 微电影啊 整人实境节目啊 各种各样的内容都好 我想要试看做新的东西 它算是一个大制作吗 它是一个大制作 它是吧 那你达到百万订阅过后 有没有一种空虚的感觉啊 不会有空虚的感觉 因为达到百万订阅之后 你会有更多的烦恼 一直在想接下来要做什么 去更充实的更增进自己 一直让自己去进步的话 你不会有那种空虚的感觉 你会觉得很想要快点充实 时间不够用啊 你很想要快点去 能够去改变更多东西 能够做更多东西 能够做更多东西 哦这个 你知道吗 我跟你讲 我这辈子哦 没有做太多什么其他事情 是很准的 关于射箭这回事 我真的很厉害 我会用一见钟情 姑娘我对你一见就同情 小心我的奶头 小心我的奶头 很可力啦 别点 我已经会上展现我这个帅气的熊子 你小心啊 我不要射到你啊 百步传云的嘛 哇很准耶 哇 没有没有没有等一下 等一下 你知道skills要练过了吗 很久没有练了 他level 1 所以你要practice一下才会再回到区 不敢说你打鼻子 不敢说你这个普通技能 不敢说你这个普通技能 练过了 练过了 可以 我们继续听他吹 吹那个牛 不要开玩笑我跟你讲 你拍什么手 你拍 你是不是看不起我 蛤 你是不是看不起我 很厉害哦 我第一棒开什么玩笑 这次目标你给自己会射到几分 我要射 红色 至少 我的目标是黄色 但是黄色是月亮 人家通常都会讲in for the moon in for the moon的意思就是 in 远一点 这样就算没有moon的话 你也会land on the star 我觉得等一下 风是这边来的 风侧 专业的看到吗 风是这边来的 所以我们要再射过去 右边多一点 马来西亚的牛要给他trader玩的 我跟你讲 现在一定中老的 你看啊 我要当后裔 看到吗 黄色那个是太阳 你要射 不要我如果射下去 哇 恭喜你达成你的目标了 没有黄都有红 是不是 YouTuber射中红色 人家会觉得是eddy出来了 哈哈哈 我跟你讲 接下来的每一只 至少中红色 来来来来 自由来了 自由来了 后裔 你射太阳 我让你看看 什么叫 百步穿云 OK 云给他射下了 那个 我射到太空去了 等一下 你的目标越来越远了 我觉得大家不用太在意我 有没有射中红星 这件事情 这样有没有想过出新的单曲 有 我的下一首 应该会是 应该啊 我不确定啊 因为讲真的 我有好几首在planning 着的 我接下来下一首 我想要跟人合作 它是一个什么类型的歌曲 我不知道 不懂哦 我不知道 我觉得可以是rap 可以是 轻快的 可以是 抒情的 什么曲风都可以 我觉得我什么曲风都想要挑战 都想要尝试 可是我很想要跟 很有热情 很有热血 很有憧憬的人一起合作 看有没有办法插出一些 很不一样的火花 这么静静哦 这么静静是吗 因为当你得到成就的时候 你要学会低调 你默默的 好好的 谦虚 继续努力 继续往前进 要一射中红色 就在那边好像自己很厉害 这样 哦 你是觉得自己很厉害 你永远射不中那个黄色 可以啊 地球的牛又被它吹完了 就是这个风 哇 是红色 一直都是红色 可不可以给我中一只黄色 这样你有打算出一个专辑吗 没有耶 在你问这个问题之前 都没有这个打算 但以后 我讲真的我觉得自己 只是喜欢拍片 然后喜欢创作 但是我喜欢唱歌 但是我不会唱歌 所以我应该不会出专辑 但我会出单曲 是因为单曲它也是影片 我自己拍MV 我自己是导演 然后我自己唱 它是我自己的创作 所以它也是可以用在 你这样以后 你拍微电影的时候可以用到 对 你看我为什么想要做这些 好像比如 艾伦星球毁灭这样子的歌 是因为我一直想 我以后如果有机会拍 微电影啊还是网络剧的时候 我就可以用回我们自己的歌 当那个片尾曲 或者主题曲 多帅啊 一定要成为歌手才可以做这件事吗 未必嘛 我可以自己唱 我可以自己去制作 我可以自己拍 我全部都可以自己做啊 我们可以完全一手包办 整个制作 来你用你这支最后一支剑 来证明你自己 来咯 黄色 还是白色呢 没事的 我们假装没有看到 我们把ending CU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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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把ending放在红色那边 CU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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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最终可能还是要重新的去买票 再重新的设过 看你下一次 有没有机会 达到你的目标 不然的话 就是一直从头来过一直坚持哦 怕什么 没有票了 再买啦 电倒咯 爬起来啦 你当时候讲的是 因为它是有 红色再到黄色 黄色也是重新的 可是你当时讲的目标是 我要设到红色就可以了 结果你真的设到了 我当时没有讲我要设黄色吗 你讲你是要红色先 嗯 我这么容易满足的吗 我不懂 那时候你讲 那时候你是只能讲红色先 我觉得我再给我自己台阶下 我的目标是想要设黄色 你们是觉得我很会摧 穿越全宇宙哦 你的爱都可以穿全宇宙 对啊 随便摧一下当然够了啦 有什么不能 我连爱都可以穿越全宇宙 有什么不可以 我可以 你也可以 这里 看这个转办就知道 我们接下来要去做的事情 是非常危险的 我们到底要去干嘛 我们到底要去干嘛 Tariq 还要去干嘛 哦Tariq Safe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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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实我们这个是要干嘛 玩ATV需要这样的咩 这是Flying Fox 这是Flying Fox啊 可以不要吗 没有 也不是认真的极高 那Flying Fox 有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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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讲真的我真的怕高 没有啦 解副效果 我真的怕高 不是解副效果 我真的怕高 你要把它当成是一个挑战嘛 像你要实现你的目标 一定有很多挑战你要面对的嘛 是不是 你要勇敢 哇我刚刚吹你吹回我 是 可以 你都会吹我 勇敢一点嘛 是不是 进吧 进吧 这个这个这个 这个是吧 不是我啦 这个不接没有进的 我人是不接没有进的 这个要留着的 这个要回来了 进进进 OK YouTuber会是你这一辈子的职业吗 我觉得YouTuber不会 因为YouTube还是一个平台 然后平台哦 尤其是现在社交媒体 你知道现在Internet这么发达 我的孩子那个年代可能已经 或许没有Facebook YouTube了 但是一定会有其他的平台 去取代这些平台 然后我一样会在拍影片 一样会在制作 跟影视相关的产业 我一定会继续待在这个产业里面 那可能到时候是拍电影啊 也说不定 可能是在其他的平台上面创作 也说不定 我觉得我这辈子会一直待在这个圈子 就是制作影片的 的这个产业 但是会不会是YouTuber 我觉得没有可能YouTuber 可以当一辈子的 这样你有想过创立一个自己的品牌吗 品牌 对 是什么品牌 就是可能一个商品的品牌 电影公司 有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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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接下来我们想要做我们的这个 Fashion Label 衣服的品牌 大家都知道我有一个设计师朋友 然后我们其实 私底下在聊天的时候 都很喜欢聊一些跟设计有关的东西 然后其实我们其中一个目标 想要达成的一个目标 就是想要做一个衣服品牌 有没有人买 或者是有没有人喜欢那个 还是其次 最重要的是我们还有彤彤 我们都很想要穿自己做的衣服 我甚至已经想好这个品牌的名字叫什么 这个品牌背后的故事 我觉得也很具有意义 它是一个有故事的品牌 但是我们还没有有这个时间 去认真的去创立 所以在接下来的日子 我们会再更努力一点的 去花时间再创立这个品牌的部分 希望尽快可以让大家看到 加油啊 帮我一个人啊 有卡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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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还有一个问题 说 你什么一个老板 是怎样带你一个团队 一起拼搏 一起去疯狂 去做东西的 看到后面那座山吗 那山很高对吗 真正的老板是在山上面 我觉得我还不是老板 我还在现在站这个位置 我觉得我 我们比较像是一个在互相努力 互相学习的团队 没有所谓的老板之分 只是说这个公司跟团队 是我跟彤彤创立的 所以名义上 我们是老板 但实际上我觉得我们比较像是伙伴 我跟大家都像是伙伴 他们不是我的员工 我跟大家都是伙伴 我们大家都在同样 大家都在同样努力的一起创造 属于我们自己 想要达到的未来 跟成就 所以与其讲 我说一个老板是如何 带领大家的拼搏 跟如何带领大家的成长 不如讲 不如讲我是怎样 跟大家一起互相合作 互相学习 我们现在想要来准备了 我跟你讲 不是开玩笑 我刚才走上 我没有发现到这边极高 我记得我在下去之前 我还有打开我的Walky 我打开Walky我想要给你们听 他是要brief什么东西 让你们知道 叫我们接下来要干嘛 然后他叫我把那个双脚放在上面 等着滑下去的时候 我记得我跟你们讲 我准备好了 可以问问题了 什么 好 我们这边 担担好了 过后你担担好了的话 我们就问你一个问题 跟你 我们都没讲的时候 回答这个问题 OK OK 对我讲完了 所以你还能跟我们讲 你们准备好了吗 你们准备好了吗 O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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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2 3 结果他就推我下去了 他推我下去的时候 我记得我的Walky好像有响 你们好像有在跟我讲话 但他讲真的 当下滑下去的那一刻 我真的没有办法回答问题 嗚呼 我打不到 我打不到 他又不爱你的tomplay 滑下去的时候 你耳边你只听到一个声音吗 风声 我在哪里 我是谁啊 我是 你们刚刚有问到东西吗 有啊 有 怎么都没听到 你问什么 你爱不爱你的团队 哦 爱爱 爱 他竟然没有回答到耶 爱 刺激吗你觉得 那个感想是 你觉得你的人生不在你的控制范围 这样你的幕后团队里面 哪一个是玩到最疯的 我觉得每个人都很疯 他最疯应该是陈伟瑶 他是 S3的榜首 他的战绩无人能及啊 诶 这样还有一个问题 团队里谁最笨 谁最笨啊 我最笨 我最笨 我到底是要多笨 才会找了你们进来 我们可以收工了啊 今天就到指挥之后 拜拜 认真了 我觉得团队里面 没有笨的人啊 就是开玩笑上的笨 开玩笑上的笨 就是S绑啊 就是又是陈伟瑶嘛 我来啊 不要再一直望这边啊 望前面两个啊 开玩笑的笨是陈伟瑶 什么叫开玩笑的笨 就这意思是说你不是真的笨 但是有时候你看起来就笨笨这样 没有但是讲真的 不只是你啦 我也是啊 我觉得我们两个都是 哇 耶 这样Cody啊 观众有想看S4多一点咯 因为他们觉得他们有点好笑 那他们只是觉得我好笑吧 没有啦 看玩笑 不知道我知道 我知道 我知道抢人好笑 这S4几时会出道哦 几时会出道 这个要问你们哦 你们要plan内容啊 我们要想企画拍啊 我们要有东西做啊 不然的话想出道 去拍几张照片就出道了 男团也会容易啊 没有人定义过S4是男团 是耶 而且还是史上最XX男团 BB 我们今天很优秀耶 Smart 对啊我讲Smart啊 你听回去 没有真的 警戒是一定B掉的 你听回去 一定是Smart了 这样有一个观众问到啊 他可以成为你团队的一份子吗 其实我的其中一个目标跟心愿是 我很希望可以找到更多 跟我们志同道合 有兴趣拍影片 有戏剧 在这行业燃烧的朋友 大家一起来加入我们 其实我们都会收到很多的email 很多的报名 但是讲真的 从那个报名上面 你就可以看得出 其实不是每一个人 都对这个东西很有兴趣 真的很想要完全的投入在这个行业里面 因为当YouTuber不简单 拍影片不简单 你会真的很燃烧自己 你看回我两年前 三年前 跟你看我现在 看到吗 这张脸 是不是帅了很多 中了很多 当然如果有兴趣加入我们的话 可以欢迎你投履历 就是你的Resume 到以下这个email 关于团队的运营方面 假设啊今天有一个内讧出现的话 你们会想解决 当做什么都看不到 给你们自己打自己 打死了 然后再算 哇 很厉害 有hunger的感觉 首先第一点 我觉得 我不会允许内讧出现 因为在内讧出现之前 我就会去把那个问题 搞清楚 该解决的问题解决 有没有办法解决的问题的话 那到最后 怎样都会有解决的方案的 就try了 就try了 对啊什么东西都是要尝试啊 坦白讲啦 我觉得我们不大 可能会有内讧出现 大家都很痛心 协力的去完成这件事情 这样youtube的竞争那么大啊 团队也不行啊 你还是怎样维持这个开销 啊 吃草咯 哇 这个东西要讲的话 真的是要花三天三夜才讲得完 就是以前你只需要自己养你自己 但如果当有十多个人跟你一起在打拼的时候 你就要照顾到全部人了 尽你的责任的去确保每个人每个月都有薪水 然后他们的薪水可以越变越高 我觉得那个点是 我没有要学一个派报发新 派报发新的成长 只要它是稳稳的 每一天都越来越好 大家一起越来越好 不要亏钱 大家不要饿到肚子 在这边有在享受这份工作享受生活 然后是很开心的 我觉得就可以了 除了大家的努力 团队的重新协力以外 最后还是回到我身上 我要去再增进我自己 把我自己 再带到另外一个层次 这样我们下一个活动的话 就是要骑ATV啦 ATV很容易很容易很容易啊 这个ATV是一个挑战的 是观众提出的要求 能不能看一下Kony 来拍这个Q&A 要吗 很多人呢 可是我没有准备到变Kony Kony Kony的 节目组 万人了吗 眼上咯 来我们上Kony的服装 你知道吗 女装真的只有零次跟无数次 怎么办 一百万的福利 你家 我不想要再穿 Khloe的衣服啊 所以你要快点面大致啊 对不对 我大致啊 你知道当下 节目组有一个舒服 就了你一条例 你原本要帮你准备Kony的衣服的时候 忘了拿一条裤子 我拉尾这个又是陈嘉童的裤啊 我觉得你是救了那边的人一条命 不是救我 我觉得当下如果你拿这件裤子出来给我 我真的不会穿 可以化妆袍的裤子 你们自己准备 你们自己准备 所以完全我们可是混过 我在流水水的人 我们 哈哈哈哈 我们偷偷把同杰和化妆品拿过来吧 你化断了 应该我们不负责 我觉得我服务了你们 有本事借到陈嘉童的化妆品 我这样真的到这个时候 我还不知道你们 到底是跟陈嘉童借化妆品 还是你们是直接拿他的化妆品 喂 这样 这样插 这样插回进去 真的有这样插回进去 原来又出来了 Alan哦 Alan的导演应该不错啦 真的没有跟你说完蛋了 我们真的完蛋了 这次我们真的完蛋了 最好是不要给他知道先 就是不要给他看了 哦 OK 这影片 这影片 女生真的是看不下去了 我用完了 你没有办法把自己化成一个女人 我真的认真的本来是想要变成空地的 我没有特地变Joker 我真的没有特地变Joker 但是我真的 真的 真的 不会化妆 真实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我觉得很好笑的是 我们还真的一直搬Joker的摄影在那边 又是下那边的工作人员 哈哈哈哈 来上眼妆 哈 有眼妆 这个操作我真的不会 啊 平时是这样画的 哇 相似度有80%左右耶 厉害耶 眼睛不是躲在眼皮上吗 OK 啊 啊 应该要动YouTuber 带猴三符啊 十分打几分 九点五 哈哈 哈哈 嘎嘎嘎嘎嘎嘎嘎 你不要被自己吓到 不要不要 你不要被自己吓到 哇 你不要被自己吓到 我怕吓到别人啊 为什么这个恐怖会这样啊 这样子怎么会吓到人 哈哈哈哈 真的会吓到人 感谢这个网友造成了Cody 变成一个疯子 可以讲我惊重崩溃啊 我跟你讲你们的留言 因为其实现场还蛮多小朋友了 然后他们有认出我 但是我那时候又画着Cony这样 然后我又有Joker这个 装到我脸上 然后整个啊 我不知道这样面对他们 我希望没有人被我吓到 吓到人家了啦 这样Cody 你会为Critus Studio 开一个YouTube频道吗 会吧 应该会吧 其实有这个打算耶 但是因为我们真的太忙了 最近 接下来慢慢一步一步一步来 我们会做更多内容 更多好看的企划 I promise 我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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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雨停了耶 刚刚还在下着雨的 我觉得前面那两个工作人员玩到比我还爽 他们一直换位呢 没有啊 因为带我弄饭 然后绕圈圈 我就不明白为什么我一直在那边绕圈圈 能去爬 爬那个很高的一个斜坡 拖坏 Cody 有听到我的问题吗 在折偶条件中 你的理想心是怎样的 我老耶 我觉得我的折偶条件 跟理想心 是完全没有行 纯靠感觉 感觉对了 我觉得就对了 这边很像沙漠耶 哦 那GoPro的螺丝掉了 然后我很怕GoPro飞掉 但是讲真的 我那时候 这边手上要抓着GoPro 然后我这边要抓着螺丝 我已经没有夺围的手了 我又要开车 结果就保证GoPro不要掉下来 就这样继续拍 你打算几次谈恋爱跟结婚 谈恋爱的话 我得空先了 现在真的我不得空 事业太忙碌 拍影片太忙了 真的没有时间谈恋爱 反正30岁可能会结婚 好 我要回来了 我要回来了 Ready 我不知道什么东西掉了 看起来是走三路耶 我经历了高山耶 感觉上好像自己在沙漠这样你知道吗 这个东西我认真了 陈家同绝对不可以玩 陈家同老了 他真的老了 他没办法看住那个 为什么听到很多水的声音 讲什么 哇 HELLO 你滑到很慢耶 你滑啦 先开 你落去 哇 哇 喂 你这么整个拍到 什么 Oh my God 我没有面评到 我一般在她也接近了 你爱的 我看得到 当这个 我让你选择 我